美国德州男子亚历三大 在俗称铁肺的负压呼吸机里头 生活了70年 创下了金氏世界记录 也成为待在铁肺当中最久的人 亚历三大的一生励志的故事 使他成为传奇 他在6岁的时候因为感染小儿麻痹 导致颈部以下瘫痪 终身必须要待在俗称铁肺的负压呼吸机当中 才可以生存 但是瘫痪并没有困住他人生的脚步 他不仅取得法律学位 取得律师资格 出版传记 还取得一份教导法律术语的工作 他的经历感动了无数人 就在今年的2月份 亚历三大感染了新冠病毒 撑到3月11号仍然不幸过世 哈喽我是林仙怡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